你背了這些重裝具的話 你要跨一步都非常的困難 那你落下的時候都比一個人還高 對 所以其實推是推不動的 這個地方每10分鐘就有一個餘鎮 受難的人 包括這些搜救的人 都是處於危險當中 沒錯 空拍圖來說的話 舒華公路已經消失了 很多的路段你已經看不到 原本應該是柏油路 大家應該看出來現在整片滑坡下來 隨時都有可能會再崩落的 這個土石飛舞 代表這個土石還在鬆動當中 而且更可怕的是雨要來了 這個我們看到在花蓮外海7.2的地震 造成整個泰魯閣 造成整個中橫公路 非常大面積的崩塌 我們看到那個巨石整個崩落下來 那個到底有多輕手 最近你就看到了一些畫片 很多外國觀光客 我們現在才知道 有這麼多的外國觀光客 這麼喜歡我們的泰魯閣 這麼喜歡我們的中橫公路 他們根本把這個地方 當成一個践行天堂 可以看這個人 你看他滿臉血跡 滿臉灰神 那只有他嗎 沒有 其他人也一樣 被離開了以後 每個人滿身是灰 你就可以想像 當時他們到底 面對到什麼樣的情境 對 這個法國的遊客 他叫Michael 他去哪裡 他去沙卡丹 結果他被救出來的時候 你看他的樣子 對 已經變成一個小泥人了 其實他沒有被活埋 他只是因為整個 崩落下來之後 土石 陳菸 把他整個人都變成這個樣子 而且他嘴唇都已經破了 那個土石有多可怕 對 都非常的可怕 所以其實他告訴 他拍了一段影片告訴大家說 他當下真的覺得 自己可能又有生命的危險 因為沙卡丹那邊的土石 崩落下來的情況是怎麼樣 看這張照片 這就是沙卡丹 對 沙卡丹後來有找到兩具遺體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子一路下來 他不是說土石崩落而已 他這些都是大理石 一塊一塊壓下來之後 如果真的被壓到的話 他是跑都跑不掉 所以他說他當下 真的有一種感覺是 他可能已經活不下來了 這就是我常常走的 那個沙卡丹步道裡面 剛剛講 上面的落石上面的浮墓 全部都垮下來了 對 沙卡丹 非常的漂亮 然後他旁邊有這個小溪 然後另外一邊呢 層次有這個岩層 然後堆疊起來 很漂亮的一個步道 上面就是橋 這個橋上面那個石獅子 石獅子還掉下來了 欸這是我兩層弓高 欸 整個都已經砸下來了 那個砸下來的情況之下的話 其實這個救援的同仁 還有這個特種搜救隊 跟我們陸軍緊進的時候呢 大概10分鐘就有一次的 一個土石滑落 然後呢 整個都砸下來 他們說進去的話 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然後另外來講 這個外國朋友 他在九屈洞 其實他身上除了土石之外呢 還有一些他自己海上的血 因為他們說在當下的話 砸下來真的很像紙蛋 四面八方射出來 所以你要閃開的是什麼 閃開的是大石頭 可是大石頭下來之後 因為它是大鷹石 它小鷹石下來之後又射出去 所以它說它其實根本沒有得選擇 它只是究竟找了一個地方 做一個掩蔽 然後身體露出來的部分 其實一直被打到 然後其他的外國朋友 被救回來之後 看到這個樣子 你就滿身淹塵 滿身淹塵 然後他們都覺得說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會這麼樣的可怕 我們看到 這個來自法國他叫Michael Michael沒覺得講說 他感覺到地震的時候 他下意識就趕快 趕快找躲避的地方 怎麼躲避 他們有經驗 當然就躲在山壁裡面 我覺得躲在山壁裡面 應該覺得安全對不對 沒有哦 我靠近山壁裡面 然後開始落石 沙塵寝陷而下 然後那個塵土 他說你前面已經看不到 伸手不見五指 那個塵土 就看到沒有 他這個臉 全部都被塵土所掩蓋 他說他連呼吸 都覺得非常的困難 然後躲在縫隙裡面 躲過這一節 他講說 就算是這個樣子 那個時候躲進口 他還是一樣 有很多的傷痕 對Michael其實 他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不要以為 你第一時間躲過 沙卡丹的大石頭 大理石砸下來 因為他這是一個 幾乎是像是一個 走山滑坡下來之後呢 他帶出來的煙灰跟塵土 他可能會讓你致命的 因為如果他 你在這個步道裡面 如果你沒有辦法 讓他的煙灰 趕快下降的話 你是呼吸不到的 如果你勉強呼吸 你又把他吸到肺裡面 其實對他造成傷害 也是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呢他說 雖然他身上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呢很多的地方受傷 可是可以撿回一命 他覺得非常幸運 因為沙卡當有非常 對還有其他人是死在裡面 所以你就看到 每個人這樣滿身焉塵 每個地方滿臉都是泥沙 你看到他的一個狀況 你就知道當時有多麼精口 而且他們講說 如果當時真的 全部都像這個子彈到處亂竄 躲都沒地方躲 躲都躲不掉 然後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好終於主政結束之後呢 他發現因為他們只是去那邊 健行走步道的 他們的水就是一個礦泉水 然後呢可能就是幾個能量飲 他們說幸好找到 搜救人員趕快找到他們 不然的話其實他們沒有通訊 然後呢食物跟水 其實半天就吃完了 好導播 我們另外帶來看這張照片就是 如果你今天到了 這個大概九居東那個地方 我們知道我們都有所謂的防護網 它這個可怕的是 這個網子是防止整個砂石掉落 結果連這個網子都掉下來了 對另外一個外國朋友 哈蘭那個地方是哪裡 在九居東 九居東一樣也是樓長寸斷 而且呢上面的加護工程 都已經被破壞掉 這個網子直接被大石頭給拉下來 同仁在前進的時候呢 其實都要小跑步 為什麼 因為你在挺進的過程當中呢 還是有餘症 還是有落石 如果你不小心的話 還是有可能會被砸到 所以呢都要很小心的 然後呢就像這樣子 發現說 三壁上面也開始有這個 小灰天出來的時候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有小的石頭開始滾動了 小石頭該被滾動代表什麼意思 有大石頭要動了 因為大石頭下面是小石頭在撐住 所以呢當小石頭開始 噹啦噹啦噹啦 他們說聽到這個聲音的時候呢 就要趕快提箱快跑前進了 所以這些特殊隊員都是冒著生命危險 在做這個事的 他們都是冒著生命危險 然後想盡辦法挺進 而且像這個畫面 他是要想盡辦法去鑿開那個大石頭 可是在鑿開的過程當中 你不要以為你踩在石頭上面很安全 下面是層層層層堆疊的 如果一個不小心的話 一蹦下來就像紙牌物一樣 整個都會崩下去 另外現在有很多的對比畫面出來了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布羅湾大橋 都不好看 布羅湾大橋已經非常美麗 它是非常重要的風景景點 就現在揉長寸 對我們先看這一張 這張的話是布羅湾吊橋 它非常的漂亮 然後它的跨距非常的長 你在上面的話 其實真的是美如先進 可是這一次地震來講 現在來說 整個結構體已經損壞了 你要在短時間之內 把這麼大的一個跨距的吊橋給拉起來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再加上現在來說的話 可能陸續還會有大的餘震會發生 所以現在布羅湾吊橋 短時間要再開放 恐怕是沒辦法 這個從日本時代就已經存在的 對 現在居然這樣子 而且如果你喜歡看 那個所謂的野百合的話 欸 這裡有非常漂亮的野百合花 對 其實在太魯閣 在天祥 在布羅湾這邊 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個景點 但是現在來講的話 從頭到尾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裡是哪裡 沙卡丹 沙卡丹其實你過去的時候 大家走這個步道 然後看這個跨距的橋 看這個利物溪 其實是很漂亮的利物溪 但是現在陸軍同仁挺進之後 都沒了 這個東西 陸都沒了 對原本就是他的一個践行步道 但現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情形之下 其實你在挺進的過程當中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因為還是有碎石下來 而且呢 他們現在來講 是用切的方式切上去 所以在切上去的過程當中 你說前面那個步道的路都沒用了 對 路路都沒有 然後呢 你在切上去的過程當中 如果 因為他們都在這個重機距 如果不小心踩空 或者是狡猾的話 可能就一起下去了 這溪谷 危險 對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在這個地方的話 沙卡丹今天找到兩具遺體 那這個遺體其實已經在大石頭堆疊下面 根本沒有 被壓下去了 根本沒有逃生的一個機會 好 那剛剛講的 現在這些救難人員不是講嗎 他們怎麼走一走開始跌倒 走一走開始覺得很重 每個人背著 我們後來才知道 每個人背著十幾二十公斤 那非常重 為什麼 我就我有鑽彈機 我有所謂的發電機 我有所謂的 很多起落架 很多東西的裝備 都要跟著走 對嘛 你知道為什麼他們要做 要有這個二十幾公斤的裝備嗎 因為除了你要用這個 鋸開大石頭之外 你還有線距還有發電機 因為你要想一件事情 我今天進去的時候沒有下雨 但是山谷裡面 風雨預測啊 你根本是哪裡預測這個 什麼時候會開始下雨 如果他們又被受困了怎麼樣 所以呢 這重裝備都要背在身上 那背在身上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一個人走路的話可以很輕巧 你背著這些重裝具的話 你會發現說你要跨一步 都非常的困難 而且看這個畫面 推石頭 他們那個石頭 其實根本就是推不動的 所以呢 如果你要過去 或者是你發現說有人開下面 你就要鋸開石頭 你是推不動那個石頭 那個石頭都是兩頓洞的一個石頭 隨便看一個 那裡落下的石頭 都比一個人還高 對 所以呢 其實推是推不動的 所以必須要用這個電鑽來 把這個石頭打開才有辦法 然後呢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你大石頭鋸開之後啊 如果你要救人的話 你要伸手進去 你要去探尋 這時候如果又有餘症的話 其實他們是非常害怕的 手會被夾到 手可能又被夾到 被夾到的過程當中的話 你是沒有第一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 有這個緊急的救護 所以呢 真的是跟時間賽跑 真的是非常偉大 而且剛才講到 人就很多可能擔憂在石頭 我就要跟時間賽跑 跟時間賽跑以後 要講這個地方 每十分鐘就有個餘症 我等於說是 今天受災的人 還有受難的人 包括這些收救的人 都是處於危險當中 沒錯 包括收救的人 都是屬於危險當中 現在來講空拍圖來說的話 舒華公路已經消失了 很多的路段 你已經看不到 原本應該是柏油路 大家應該看出來 現在整片滑坡下來 滑坡下來之後 你想想看 這個東西 隨時都有可能會再崩落的 但是你又必須挺近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 這個畫面就是找到了 沒有這麼簡單 其實每一步都是非常危險的 甚至其實 在鐵軌上面 也有很多的一個巨型的石頭 你想說 不是昨天就已經把它清開了嗎 清開之後 還有石頭會陸陸續續滾下來 所以這些東西來講 而且剛才講 你看到這麼的石頭 有兩個人高 對 這個石頭下來的話 根本你沒有辦法 用一個人的力量 把它給推開 但是你在過程當中 你用大型的機器 把它破壞之後 再把它移除 但是要知道 這個是非常危險的 當你在作業的過程當中 你可能聽到聲音 它雖然很大 然後上面是200公尺的一個山高 可是你看到的時候 你已經來不及跑了 因為它的重力加速度 速度是非常的快 好 那現在你就算不要進去 你在周邊開車 也到處都是土石飛舞 這個土石飛舞 你會擔心什麼 這個土石飛舞 代表這個土石還在鬆動當中 而且更可怕的是雨要來了 對 現在來講的話 在這個地方開車要非常的小心 因為如果要整個平安 要全線來通車的話 要做什麼事情 其實是要有蜘蛛人先上去 把一些貪方沒有完全完的砂石給刷掉的 那現在來講 你要挺進都非常困難 你後續蜘蛛人要上去 可能還有點時間 這兩天我們看到了花蓮地震後的狀況 已經夠驚險了 我們看到那個巨石直接砸下來 砸下來砸到了車子 而且車子該不講 你只要慢做錯一個決定 你可能就是在生死之間徘徊 可是今天隨著特州人員進去了以後 你看到了沙卡丹 你看到了中橫公路 你才發現 原因比你想像來的更可怕 因為這裡的路都沒有了 而且為什麼 這些救難人員都要小快步的跑步 因為他們要搶時間 不但是要趕快把人給救出來 更可怕的是 上面隨時有落石 隨時都會危害這些 送救人員的性命 其實進去之後 在台八線的話 你可以看到了 為什麼我們的特種收救人員 要小跑步一段 為什麼 因為他在跑步的過程當中 要看隔壁 隔壁的山坡上面 如果你出現有些粉塵冒煙的情況 是要表示什麼 土石在鬆動了 所以你現在來講的話 你只能夠快速的挺進 然後你要跑過這一段 不然的話如果落下來的話 它是大規模的 我們可能還沒救到了 我們的特種收救人員 就直接跑到山坡下面了 所以你說現在 有些山坡還在欠煙 就這個 你說這個地方本來是路的 在這個地方的路都沒有了 對 這個地方原本是道路的 甚至這個小型的車輛 是可以通行的 可是現在來說的話 經過這個大地震之後 整個就崩潑了 崩落之後 你現在沒有看到任何的路 但是要小心的走的一件事情 是說你現在勉強可以走 然後小三貓可以勉強進去 可是因為它路上面 已經堆了很多的砂石 這個砂石是沒有刷滴滴的 這個砂石呢 是一個人堆在上面 隨時會滑動 對 我們特種收救人員 走進去的時候 要特別非常的小心 因為上面還在掉 這些石頭下來 所以你剛剛講 那上面隨時都還有煙塵 對 有煙塵就代表 上面的這個砂石還在滑動 而且你看到他們走的那個路徑 多麼狹小 這個路徑呢 其實就是前面開頭的 要慢慢的把它撥出一條小小的路徑 然後這是最可怕的 因為他們要挺進 挺進的過程當中呢 這個東西一定會有這些砂石滑落 砂石滑落的話 其實我們看到 他們第一時間滑倒的時候 你一定要馬上抓對石頭 對 如果你抓到是剛剛掉下來的話 那完蛋了 你抓到這個石頭 會讓你從上面直接摔落下來 所以呢 他們挺進過去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他們想要找到砂卡當裡面的 救援人員的時候呢 你要先想盡辦法進去 才有辦法救人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路徑已經沒有了 可是地方更可怕 我在路徑沒有來 堆了這麼多砂石 對 這些砂石呢 其實都是新堆上去的 新堆上去的 它根本沒有任何的抓地力 所以一定要想盡辦法 一個帶著一個 走過之後 他們就說 他們形容說 這叫摸著石頭過河 你要找到原本就在那邊的石頭 才有辦法抓到你的一個身體重量 如果你在這地方滑倒 像這樣子 其實是非常驚險的 你只要做錯了一個決定 你只要踩錯 你沒有踩到原本的石盤的話 你可能連人帶著這個搜救犬一起就滑下去了 所以我們現在透過搜救隊進到了這個災難那個現場 你才知道當天的狀況 有多麼可怕 大家想說 哇這個過去來講 沙卡湯是非常漂亮的一個地方 你說這個地方 整個都不見了 這個地方都是崩落的石塊 崩落的採那個什麼木塊 對 竟然 堆的這麼高 走這種地方是最危險的 我們 那時候去採訪的時候 因為這個東西 你看到的時候 你覺得說 那應該是可以採的 但是呢 下面是虛的 因為他們沒有東西 他們只是石頭跟木塊 架在一起 它架在一起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的國際 我們特種收入人員 是採錯的地方的話 它是會像這個筷子一樣 砰整個下來的 所以呢 其實不管你是涉水挺進 還是驚險爬坡 你讓過去看來講的話 整片都已經划山 整片都已經不見了 但這個 你說那個本來都是紙皮 對 那個本來都是綠樹 現在那個綠樹跟紙皮全部沒了 然後看到 原來整個路徑上這麼糟糕 對 他們現在來講的話 你進去其實真的是跟 跟時間賽跑 而且他們要帶 非常非常多的一個 重型的一個機具啊 所以呢 他們在走這個 挺進的過程當中呢 是要非常小心的 因為不只是自己身體的重量 後面 這些東西因為你要去開路 所以呢 他們每次去看到的話 這個消炎機是一定要帶的 因為石頭都已經堆疊在一起了 這個消炎機一個就15公斤 還有這個鏈鋸 也是1.8公斤 所以你要進去挺進 等於你第一個人 第二個人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要負責找路 你要負責開路 才有辦法進去救人 好 所以在這次救援過程裡面就看到 哎 他們必須要用這種所謂的消炎機啦 對 用這種鏈鋸啦 不斷的去開路 不然連走都很難走 其實他們根本是沒有路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因為整個土石崩落地震的關係 他們已經看不到任何的路了 他們只能用一個方向桿 然後呢 要一路開一路開 如果有機會的話 才有辦法第一時間來搶達到 搶到那個地方 但是這個東西在用的時候 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你把石頭鋸開 像我們剛才講的 它不是完整的夯在一起的 它是架著的 所以你把第一個石頭給夯掉 把它鋸開之後呢 它可能往下倒 你的隊員可能在後面 所以呢 這個是非常危險的 好 我看到 這個沙卡丹 這得非常美麗的風險 對 我每次去泰魯哥 我都喜歡去走這個地方 因為你可以走很遠很遠 你可以慢慢的這個 吸水 非常美麗 可是沒想到 整個沙卡丹 都沒有了 這是過去我們看到 美麗的沙卡丹 然後呢 這個都是 健行的一個山坡 一個地道 然後 以前的沙卡丹 沙卡丹真的是非常漂亮 它不但是有一個就是漂亮的 沿沉的石牌 另外兩邊的話是吸水 然後呢 你就非常舒服 然後微風徐徐的 這樣子慢慢走 你可以慢慢走 對 可是呢 你看看這個東西 這個狀況 這個是步道的出口 現在來講 已經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 所以呢 我很難想像說 因為你在沙卡丹 它的步道是很狹窄的 只能夠人在通行 遇到這個狀況 整個地震來的時候 前後都崩的時候 如果 真的我們走在這裡的話 那怎麼辦 你真的是走沒路 腿沒補 你就直接卡在那個地方 那現在來講的話 他們今天在那邊有找到遺體 但是呢 很不幸就是 人已經往生了 因為它上面那個石頭 下來的速度 還有它的重量跟質量 你根本來不及逃 所以我們看到沙卡丹 今天都還有一些餘震 對 光是那個餘震 它落石 淹塵 都非常恐怖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空拍的一個畫面 這個空拍的畫面 為什麼你會有那麼多的一個粉塵出來 那就表示說地震之後 你的地址已經鬆落了 鬆脫之後呢 只要有稍微的一個餘震 其實地震可能幾秒鐘就停了 可是 你以為你把上面的這個大石頭給震開了 你現在看到這個石橋 這個石橋走下去 就是沙卡丹步道的入口 對 也就是這個石橋裡面 你想想看 如果你在石橋上面看到都是淹塵 就代表 沙卡丹裡面的那個道路 是不斷有落石進來的 對它有不斷的落石 然後不斷的崩落下來之後呢 才會有這麼多的一個粉塵 所以呢現在來講的話 整個救援是非常困難的 這個粉塵 現在還有這麼多粉塵 對這個粉塵到什麼時候要結束 到一定要等到地震結束之後呢 沒有太多的餘震 才有辦法去刷那個邊坡 把它刷完之後呢 粉塵才會停止 那在這過程當中呢 其實在粉塵的時候 你去進去救援 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因為你戴下來的 很有可能是那種很巨大的大理石 好我們這邊談就是 這個是 金鷹 譬如說泰魯格金 它的Shadow Bus 對 它的Shadow Bus 剛剛講的 後面有兩個大事塊這樣壓下來 那個司機長 那根本就是 譬如說 生死一瞬間 他說如果 他沒有很快的衝進去這個名隧道的話 這個車子就完蛋了 對 這一個呢是Shadow Bus Shadow Bus 它是一個中型的巴士 其實呢 地震發生的時候 他說他有收到這個警報 然後呢 砰的一聲 車尾就翹起來了 為什麼 已經有落石砸到他了 但是他當下第一個時間 一敗油門 直接衝 對 衝進去 裡面是什麼呢 裡面就是這個名隧道 他知道說 名隧道上面 有一個這個水泥加固的一個東西 才有辦法抵擋 不然的話 如果他繼續留在 上面的話 他如果停在外面 對 如果要停在中橫外面的話 那個石頭下來可能會砸死他 可是呢 這個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石頭 這個一顆大概是兩噸 所以呢 這個下來也是生死一瞬間 如果再往前一點的話 可能大家就一起 就消失了 這個大石頭落下 他有多麼樣的可怕呢 這兩天有人放了一些影片 這個影片我們要特別強調 這不是台灣的影片 這是秘魯的影片 可是你從這個秘魯的影片 就可以知道說 當這個巨石落下的時候 他有多麼樣的恐怖 這次在秘魯 這個巨石掉下來的時候呢 他們前後其實都是卡車 大概就是我們三頓半的那個卡車 乍來之後 直接不偏不贏 直接命中 命中的情況之下呢 你的車直接砸爛 你在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你是沒有任何的機會的 你這種大量的 你這種非常大的石頭來講的話 他一個下來 就是把你的內線外道 全擋住 所以呢 你根本是來不及討 所以這畫面看起來就非常驚恐 因為當你落石下來的時候呢 其實旁邊的鞭坡 大概一百公尺 兩百公尺 然後加上這麼大的石頭 下來之後呢 重力加速度 就把這個車子給砸爛了 好 那另外有一個在清水淡牙這邊 釣魚的這個怪作 你看在命中 他也公布了一個人 他在釣魚的時候 前面剛剛講的 一片的整個霧茫茫 然後整個像整個山項炸開一樣 這個地方在哪裡 這個地方在清水淡牙 然後呢 他在釣魚 結果旁邊這個石頭 就跟炸彈一樣一路滾下來 為什麼說旁邊會出現這個粉塵的話 你可以想像這個石頭有多大 他砸下去之後呢 是把整個直劈 把大樹直接連根拔起 所以呢才會讓塵土飛揚 但是最神奇的一件事情 砸下來之後呢 這個人家沒逃 他趕快把他的魚給撈起來 他是堅持 我上鉤的魚我不放掉 然後呢 把魚收起來才逃走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 那裡的淹塵 這個不是雲 那根本就是等於說 大石頭砸下來的淹塵 對 因為他大石頭砸下來的話 會把這個樹整個拔起來 拔起來之後呢 才會反正這麼大的淹塵 所以呢 它的重量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好 我看 十年前 你就在這個地方 十年前這個地方 也有巨石崩落 這個地方剛剛講到的 本來非常的破碎 這個地方 只要碰到了巨石 根本就是一無路腿無路 我看到這兩天 這些畫面真的是 就是心有氣氣焰 因為十年前 我在東升新聞當記者的時候 那一天就是一個大地震 直接我們東升新聞的主管就講說 去現場連線 就是在那裡 從燕子口到這個民稅道 一直到哪裡 到九區 洞這一段 就是這一段 那那時候落石很多 但它是有掉在地上 只有零星的碎石 大石頭是掉在河谷裡面去的 我還記得很清楚 然後你知道我去那邊 連線晚上住哪裡嗎 沒有地方住 就是這個經營酒店 而且還跟他講說 因為他就在附近嘛 然後一連線 一早六點要出來的 我覺得你要知道 從剛剛玉峰跟大家講那個過程 然後大家可以參考一件事情 我現在跟大家說這件事 不是一定 但是可以參考 我們先看這個司機 他是三輛的中巴 在地震的時候 地動天搖 呂姓司機他怎麼說 他才15年 遇到這麼大的地震 對不對 結果呢 砰了一下 他根本沒有辦法看 整個車尾 車頭翹起來 因為車尾落石嘛 中巴 他帶了這兩塊大石頭 往前衝 對 你知道他在往前衝的過程當中 原本他是靠外道 因為我們台灣是右駕嘛 他直接逆向往左邊開 為什麼 因為他靠山壁 對 他靠山壁躲落石 觀眾朋友你看 他現在已經開到裡面 不能再開了有沒有 你注意看他那個畫面 他已經靠近那個裡面那一側道 為什麼 因為落石下來的時候 他會滾滾滾滾 所以今天這個旅行時機 他說他沒有遇過 所以表示他自己 當下反應是正確的 他就往山壁開 車上 有個精英的那個 Sciutto Bars的自己 車上好多個人 他是三台車精英酒店的那位 旅行時機 他往山壁開 其實車 然後後面有人砸到以後 腳受傷了 骨骰對不對 他往山壁開 往裡面衝 然後第二個 他躲進民隧道 躲進去之後 還沒有落石油 一整個晚上都落石 一個民隧道 基本上上面是鐵片 金屬片蓋好的 所以他整個晚上躲在這邊 聽到那個 噶噶噗噗 不是下雨的聲音 是落石不斷掉下來 所以他才能夠在這裡面 然後等一天一夜 把這個第三個 剛好這個是員工的 這個接駁車 有兩箱礦泉水 所以大家晚上沒有飯吃 還有水可以喝 還有水可以喝 所以等了一天一夜以後 空拍機過來發現說 怎麼有人在那邊揮啊 在那邊揮手啊 民隧道這邊的人 才被救出來 那另外還有九曲棟 九曲棟離京就更近了 那裡面是八個人 他們呢 九曲棟 假設去看 如果有去參加 泰魯格馬拉松 最漂亮那七百公尺 就是在九曲棟 所以九曲棟 本來就是一個天賤 它上面就已經有 有那個車壁物了 那但是 落石堵塞了怎麼辦 有三個人沒有受傷 直接跑回酒店去了嘛 所以你要知道 這整個過程當中 民隧道它基本上呢 它是避險 而且它靠山壁 加上它車上有水 才能夠這麼幸運的 讓他們能夠 而且這個女性自己講說 他是先聽到說 乘客已經被落石打到 等我們在看這個畫面 他的車窗其實已經破了 他中間的部分 其實已經有破損了 代表他已經被攻擊了 現在後面 又有兩個巨石 整個砸下來 所以 他是整台車被攻擊 你看 中間整個都破碎了 他被砸下去的時候 坐在最後面的是一個男生嘛 那他都沒有講話 那車上因為 大家都是同事 大家也就想說 他是不是怎麼了 也在想說 這樣子他是不幸的 又沒想到 車子開清明隧道的時候 他才講話 救我救我 腳被砸斷了 但還好 他是只有打到腳 所以你就知道 現在目前看起來這一段 泰魯閣的這一整段 是風景最漂亮的 從夜市口開始 但因為 這一次的滿目衝贏之後 後續恢復要一段時間 那很多在裡面 每天去精英酒店上班的這些 這些員工他講說 每天都坐這個衝行車 下次不太敢再坐了 因為當你聽到巨響的時候 巨石從你面前掉下來 還砸中自己車子 還要平平往前跑那種恐懼 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好 這一個呢 我們是看到特州隊員進去 可是看到特州隊員進去 有一個不太小 就滑了一下 換言人工講 你不要看他滑了一下 因為他背短 他背著二十幾公斤的重量 你背著二十幾公斤的重量 你要走在這麼齐序的道路上 要爬上要爬下 你說這些都是經過專門訓練的 對 沒錯 那麼事實上台灣在25年前 921大地震發生之前 沒有一具生命探測器 那是當時來自於世界各國的 這個二十一個國家 三十八個搜救隊 尤其是美國的FEMA 那麼帶來的這個生命探測器 各式各樣的運氣 要每天怎麼那麼艱辛 你不要以為他怎麼那麼艱辛 他背二十幾公斤了 對 他背二十幾公斤的時候 他的行動除了會受 等於說限制之外 他不會甘得稍微看有一個頂鎚 也就是說他不能如果跌倒 因為這附近都很危險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 你看他現在走的這些地方 都是本來的道路 也就是說 那麼攤方落石等等還在繼續 所以他一方面走 他還必須要留意上面的這個 走到下面的碎石 留意上面的這個落石會下來 這我們現在看到 他現在走的這些地方 本來都是有道路的 全部被落石給 路都沒了 對 攤方的攤方 如果你在這裡 落石下來 你當你往前跑 往後跑 往左座 往右扇 根本沒路啊 他們身上所帶的 包括這個收救儀器 包括基本的維生系統等等 包括礦泉水這些東西之外 那其實說坦白的是冒生命危險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天不是包括去酒取洞 然後救出相關的這個精英酒店 受困的員工 那包括帶很多的民稅到 甚至於現在挺進的沙卡丹 現在在沙卡丹裡面有分別屬於各種不同的 包括消防署的特種收救隊 包括我看了一下 包括高雄 台南 那麼台東 屏東這些 還有包括國軍這些特種收救隊 總共有85個人帶了6條的這個收救犬 全部進到裡面去 他們所走的路都跟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這個相關的畫面是一樣的 本來都是道路 但因為現在沒有路了以後呢 包括收救犬都要非常小心 而且這石頭都這麼大 這麼大的石頭都從天而降的 因為一個不小心 包括人跟犬對不對 都有可能會受傷 所以你就知道 那他們帶的東西 包括生命探測器 你們有沒有看到 它滑下來 有沒有 那一點一點的滑下來 都要非常的小心啊 因為一個不小心 可能整個人全部都往下滑等等啊 所以事實上是非常冒險的 那麼除此之外呢 那這次有一個畫面是在九曲洞相關要救人出來的時候呢 有一位特首隊員 他用樹枝 因為他因為有腳部骨質的這個狀況 他用樹枝跟頭戴 直接做一做做一個簡易的背帶了以後 把一個骨折的相關人士給背下來嘛 這個人看起來很眼熟啊 為什麼看起來很眼熟各位 他就是在當時莫納克風災的時候 四名家墓英雄之一的賴孟傳先生啊 那當時發生什麼事 當時在莫納克風災的時候 因為在霧台的這個家墓呢 他那麼因為受困了135個人 沒辦法出來 所以呢那直升機也沒辦法降落 所以他們四個那個 受過特訓的相關的這個等於說 這個英雄呢 四個青年呢 原住民的青年 他們就上去自己的部落 然後用自己的這個 因為他向賴目傳單 你說經過這麼久就是他 對 他現在還可以 把一個人 剛才講呢 錄這麼樣的一個糟糕 這麼樣的一個崎嶇 他還可以把人給背出來 那為什麼當時他們可以啊 已經在道路都中斷的情況之下呢 就這樣把他背出來 為什麼可以背下來 因為很簡單 因為他在服兵役的時候 就是我們俗稱所謂的 梁山一群鬼 那麼梁山特勤隊出身的 那特種部隊出身的這個伸手呢 使他有這樣 他就是用這種方式把他背出去 沒有錯 而且在我們原住民裡面呢 用背帶減硬 用骨折 因為他有骨折 所以用樹枝固定他的這個腿骨等等啊 用背帶就可以把人給背出來了 那麼用背帶 減硬的背帶 就可以把一個這個等於說 體重幾十公斤的人 就成功把他背出來 那他們為什麼用小跑步的方式 因為呢 在那些落實比較 這個等於說比較多的地方 你必須用很快的那個速度呢 立刻經過這個地方啊 那麼要告訴各位就是 這些特殊隊員 那麼他們在現在我們自己平常 就在我們現在的竹山 南投竹山的 那麼消防署的訓練 各種災難的訓練基地 就有類似的這種各式的狀況 你要怎麼在這個坍塌的這個建築物 或者是可能落實不斷的地方 你要怎麼經過 你要怎麼這個收救 你要怎麼把人帶出來等等啊 還有他們所帶進去的這些器材 我看到他們的器材啊 用很小的裝備就可以把這個落實 所壓住的這些小巴 今天其實在這個民稅大的附近呢 還有人被壓在這個小巴裡面 如何用那個破壞器材 用最簡單的方式 立刻拉開 然後把人在那一瞬間拉出來 就是全國現在這些 用應有的特種收救部隊呢 他們平常所信念的項目 我覺得台南投官非常難能可貴 就是一方有難 八方來源 你讓921開始八八風災 任何地方發生重大災難的時候 各地方的物資會完全集結在這個地方 現在花蓮也是一樣 花蓮雖然有人在說風涼話 不要給花蓮任何資源 可是現在該給錢的給錢 該給資源的全部源源不斷而來 我們剛剛看到 各縣市的特收部隊 特收人員 全部都已經集結到了花蓮 現在更重要的是 你需要很多的機具 而這些機具 你現在提供給我們 這是全台灣的機具 而且是大型機具 大型機具你還沒有辦法從北回哦 從這個所謂的這個雪碎 你要繞到南迴 繞台灣一大圈 大家還是24小時不眠不休的 趕到了這個地方 對 保安哥非常感人是 第一件事情 這些所有到現場救災的人員 他們是完全沒有任何睡覺的 等於就是說 他們在看到新聞第一時間當下 就已經準備要出發 而且出發還不是一般的出發 他們是把所有能夠用上的 比如說你講山貓也好啊 你要講這種掉避車 你要講怪手啊 甚至是這種起重機 全部能開的大型車輛 都開到這邊 你說這個起重機 都是民間自己送過來的 對 沒有錯 而且他們會想到一件事情 你今天要吊這些起重機 他能不能走所謂的北回 沒有辦法走啊 陸峰啦 對 陸峰了嘛 等於說我今天要搶救的段 可能有些還勉強可以 但有些地方的話 他等於是說 我必須要繞全台灣一圈 所以保留一個 這就是為什麼 他們連覺都沒有睡的原因 因為大部分時間 你知道他們在幹嘛嗎 開車 趕路 趕路趕過來 趕過來之後 請問一下他們有沒有休息 沒有 你知道看到 馬上這個機具 這是在啟用狀態哦 包括為什麼 他隧道內部 他要做什麼 第一個我要支撐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隧道 外面崩了 裡面是不是穩固的 所以他利用整個支撐架 這種起重機 馬上把它做支撐的動作 然後這外面用什麼 吊壁 吊壁開始呢 開始去吊 然後把這些相關的 該吊的吊起來 然後另外還有什麼 怪手在開挖 為什麼怪手要開挖 因為有很多塵土 廢土 是不是都堆疊在外面 我得要先清理乾淨之後 我才能夠開始讓這個橋 恢復作業嘛 但各位我講的這些事情 到現在為止 從他們油門踩下去那一刻 到在現場作業那一刻 完全都還沒有休息 沒停過 沒停過 因為他們知道這個狀況 非常緊急嘛 我就問大清水隧道 外面這個狀況是什麼 它是整個沿路的都崩塌了 陸基都沒了 陸基沒了 所以我一定要想辦法 趕快搭一個什麼 便橋 搭一個便道 所以它可能不是要把整個 所謂的水泥灌回去 你看喔 來有沒有 它開始陸續再搭了 它後續它還會把它再搭得更完整 它的鋼梁已經送到了 鋼梁送到了 我這個大的吊壁 可以把這個鋼梁送到對面去 對 送到對面去之後 它等於說可能會用一些 細霜蓋板啊 甚至一些減便的方式 反正我先讓這個橋人可以通過 然後再來慢慢的讓它乘重增加 讓車輛也可以通過 所以它這個做法等於說 它第一次把所有線型 最有可能可以迅速到位的 把它趕緊弄上 所以這你就搞懂了 為什麼台灣總是人都在 一天兩天說通車了 說通車了 因為所有的資源馬上就到集合了 對 所以就是外國人 這是美國人不能理解的 美國人他們講說 他們隨便一個小小的風雨 一個小小的風雨 就會讓一個地區整個停電 你可以停電 你可以道路去斷掉 你完全沒有聯絡 數月之久 台灣不用數個月 一個月不用 我們幾天就恢復了 對 我們先前來跟大家介紹 美國那個多離譜 一棵樹倒一路上 可以給你倒七天 然後還繼續倒在那邊 但台灣不是 即便路崩塌了 我們都是要在一天兩天之內 而且這是一種 民間它的自主的能量 而且他們有這份熱忱 好 另外就是 大家也非常感佩慈濟 我看到慈濟今天不是 做了很多的安置所 那我就跟你們講 以前沒想到 日本的311公尺的大地震的時候 你會覺得 日本已經做得很好了 日本當時用那個紙板 弄在地上 然後每個人弄一個小小的高度 或者大家就覺得 日本是一個非常唯秘的國家 可是今天 你現在看到了台灣 看到了台灣 今天連日本 就這次畫面 連日本 都不能不探服了 對 日本人他用四個字來形容 叫做 日本完敗 他們覺得我們疏殘了 為什麼 因為原本能登大地震的時候 他們還以以為好 說沒有這個紙尖隔板 你看3名我們還考慮到 他有這個所謂隱私的問題 就沒有 台灣這是什麼黑科技啊 太高級了吧 他們整個探圍關子 結果後來發現 這是慈濟來的黑科技 為什麼會講黑科技 因為第一 他所有的 我們看到的每一個帳篷 寶玲哥 你知道他怎麼做的嗎 怎麼做的 他是用寶特瓶回收材質做的 寶特瓶回收的 對 你不要的 你喝勝的 你全部丟到回收桶裡面去 結果他有辦法 第一時間把它變成這個 而且再來 他的啟用有多迅速 他直接慈濟的人現場示範給你看 你以為說 雨萱會不會要搭建很久 沒有 馬上來稍微 就這個東西 對 你看原本是一個袋子很簡便的 這邊一個人都可以提 然後把它攤開之後呢 稍微 稍微整便一下 結果呢 稍微輕輕往上一波一攤 他馬上整個四面就立起來了 就形成了一個我們講的 實際的 他這種叫做屏障 這個屏障就是為了確保所有人隱私 然後讓災民 這樣就好了 對 寶玲哥你知道最了不起是什麼 第一個 他實在是非常迅速 你看 一架 各位 我們講這還不到30秒的時間 他就已經快弄好了 再來第二個 代表實際他顧及到什麼事情 我可以在受災的時候 我還要在乎到人性的 我們講一個人的 他有所謂的自尊跟人的隱私權 所以各位 這個非常可怕是 你看他整個收起來以後 跌得非常小 如果我也跌得非常小 那我一個車子 我就可以送很多 我可以在最短的時間裡面 用最大量送到現場 然後我可以提供最多人 你至少有個帳篷可以使用 對 寶玲哥最可怕的是什麼 大家每次都心呼連的說 不對啊 為什麼慈禁每次都這麼快 因為這個東西 各位 他是耗發可能不到24小時之後 馬上把他迅速到位 他們說不對 以前我記得包括賀博台風的時候 慈禁也是 那時候大家到海水生火熱的時候 結果他們全部的志工就動員 包括我們之前講說 欸 泰魯閣那時候發生的事件 就有9點多發生意外 他12點的時候 600個便當就來了 到底慈禁為什麼有這種能耐 其實寶玲哥他有個秘密 他有個神秘部隊 9點多 12點便當就來了 對 而且這個神秘部隊叫什麼 其實各位不要誤會了 是因為慈禁這一套系統 一直以來都在台灣當中 無形的角落 隨時隨地在運作 他隨時stand by 對 隨時stand by 而且與此同時 他們每次到現場 你知道寶玲哥 他們一定會做一個SOP動作 什麼SOP 發毛毯 而這個毛毯也是他們非常隱隱為好 到菲律賓也是發這個毛毯 到台灣到救災現場 第一時間就是發毛毯 你知道為什麼要發這個毛毯嗎 因為所有的災民第一時間 他需要的就是溫暖 他需要的保暖 對 他送愛給你 而且這個毛毯呢 他既可以包裹可以睡覺 而且他也是黑科技 因為他這個毛毯呢 是用比頭髮還細 大概頭髮十分之一細度的 這種塑膠纖維 一樣寶特瓶回收 礦泉鎖回收 所做出來的這種東西 所以他們每到現場 都會把這個東西 發給災民 與此同時 他們現在還在研發說 未來我們還要設置 無人機部隊 就是無人機呢 透過可能在災區 有些需要巡視的角落 所以你就知道 為什麼磁劑 能夠在第一時間 動能的如此迅速 好 今天我們來看到的事情是 大地震過後這三天 大家都說要搶這個黃金的 72個小時 你說鑽南隊 SOJO隊 有沒有在第一線 全力以赴 有 你可以看到那些畫面 讓人家覺得 膽戰先進 原因是什麼 好多的落石 好多的餘震 現在又雨又下下來了 救援難度更加提高 而在今天 又傳出消息了 發現到了第三劇的遺體 雖然是一個悲劇 但是現在SOJO隊員 要做的是什麼 他要把大體 完完整整的送回去 家屬的手上 照額這一場 04、03的大地震 SOJO進入第四天 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大家會講說 SOJO進入第四天 然後受困的人 受困的人 或者是失聯的人 到現在進度好像比較沒有這麼快 我帶大家看現場 你就知道 這個是在 沙卡當步道 沙卡當步道 這個 東升今天獨家空拍給大家看 你看到沒有 這個大石塊 還有這個救難犬 上面佔的那個大石塊 彷彿被原子彈炸過 你看到遠處的 有的大大小小 然後這些都是救難人員 辛苦的救難人員 這個大大小小就算了 每一個石頭很尖銳 也如果從上面滾下來 會要命的 你彷彿看到這裡 好像經過轟炸過的痕跡 一個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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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石頭大大小小的石塊 還有大石頭巨石這樣子 再加上 你看到現在這麼多人在這邊 萬一又有這個土石崩落的話 這些救難人員是很危險的 怎麼賭啊 所以呢 你看到這邊彷彿像個戰場 煉獄 怎麼救 就非常的辛苦 再加上 目前為止 我剛不是講說 這個死亡10個人 然後有1135個人受傷 在這一次0403的這個地震 是截至4月6號 我們錄影的這個moment的統計 那還有這個10個人 至少10個人失聯 那死亡的這個遺體當中呢 尤其是今天到中午 目前確定 找到了這個一位21歲的 這個胡姓女子 然後已經趕快送到了 這個花蓮兵獄館 昨天呢在這個地方 其實相距不遠 這個等於是沙卡當的這個隧套 距他入口數大概100到150公尺 這個問題點非常大 大家都認為說你今天找到遺體 你為什麼不搬出來 這就是問題所在啊 大家不知道的事情是 這地上面有多少大大小小的石塊 當昨天搜救隊員 用這個相關器具在鑽的時候 才發現這不好鑽啦 就知道當時是跟人間煉獄沒兩樣 那我問你 你要搬石頭 我問你那個怪手或者是挖土機 開得進去嗎 你看那怎麼開進去 整開呢 你就算他們是履帶的 你也開不進去啊 更何況你用大卡車 你怎麼到這些地方 你到不了那些地方的話 重機去怎麼進去 不要說那個怪手或是挖土機 小山貓你都過不去啊 你現在看到畫面 這個石頭都比一個救生人員 救難人員他們還大 大好幾倍啊 大好幾倍 你要叫他們怎麼屠手挖 搬那個石頭都要先把它碎掉 或者是再把它搬開來 屠手挖掘或是搬開 都需要很大的功夫跟力量 然後而且還搬不動啊 所以你就知道說 收救的難度真的是非常的困難 再加上 沙卡當步道啊 那邊是很美的 對 人間祕境 也當初是這個 花蓮當地那邊 除了泰魯格國家公園的祕境之外 還有原住民盛船的這個祖林地那邊 那你可以看到 那邊本來是很美的一個步道 可是你看到現在沒有 滿目瘡移啊 連人走都有問題 你看到救難人員 背著這個救難的器具跟背包 站在那邊不斷的找一些地方 你看這些山壁在這裡 所以呢 你看到大同部落 先進變成孤島 大理的這個大同部落啊 十個人留置 但不時會有落石生 他們也是處在這個險境當中 那至於如果真的沒辦法 但是還有空情總隊的這個 黑銀直升機 他們可以想辦法去救受困人員 因為我剛剛講說 在天牆的這個 泰魯格的這個 這個天牆精英酒店那邊 有六百多人 六百餘人在那邊受困 那黑銀直升機 它可以吊掛之後脫險 然後把他們這些民眾 經由救難人員跟警方 護送下山啊 今天近平帶來給我們一個畫面 這個畫面非常的驚悚 這是救難人員 救難的第一視角 這是兩天前的救難人員 在花蓮的這個畫面 這個行車機骨器 它帶我們看到什麼 它帶我們看到的事情 在這條騎屑的道路上 不時有大小落石 這開下去真的是在玩命嗎 照額 為什麼很多的旅客 受困 脫困之後呢 他們會恍如隔世 甚至會跟親人相擁大哭 就是因為他們在這個 受困的期間 還有救難人員 要去救他的這個時候啊 那個是充滿了危險 尤其救難人員 他們在開著車 前進這個山區啊 你看到這怎麼開 然後前面跟旁邊 左右 右邊就是懸崖 那個河谷 然後前面你看看 哇天啊 這麼大顆石頭啊 你看被這個大石頭 如果馬上墜落下來 壓到你的車子的話 那個車子簡直跟鐵餅一樣 不是貝鐵的問題而已 然後你再看 這個前面的那個土石已經崩落 有已經揚起一些煙塵了 你看他們 趕快拔骨啊 趕快拔骨啊 因為你不曉得你的頭上會不會也有巨石掉下來 或者是你在往前進的話 會不會有石頭也崩落 可是這個時候他們要爭奔奪秒 要跟時間在賽跑 因為他們也要去搶救這些受困的人員 以及搶救生還者 要搜尋失聯的人 你看他們只好不斷的一直往前進 這個路這麼窄 旁邊都是碎石啊 而且碎石是左邊 右邊也有碎石 然後右邊的碎石下面是河谷 你看掉下去的話怎麼辦 然後不時又要擔心這種大石頭掉下來 甚至呢 還有這個救災的這個挖土機也是一樣啊 他要前進的時候 想辦法把一些石頭搬開來 可是如果碰上上面的這個有土石 因為目前為止 截至4月6號中午統計啊 他們要搶通趕快去搶通 但是發現我搶通 哇哇哇 竟然天降落石趕快拔骨 對所以呢 目前為止有583次的餘震 經過中央氣象署的統計 這樣子到4月6號中午 那你還要想辦法去躲這些災害 然後你要想辦法去搶通這些這個大石頭 去想辦法把它移開 偏偏上面崩落下來 你看大家一直跑 你看到救難的人是不是一直跑 往前跑然後躲到空曠的地方 就落石趕快跑啊 如果你還想辦法跑對位置 如果你跑錯的話 靠近山壁的話 那個山壁的東西 直接是從順著這個 整個宣洩而下 完全壓住你 所以他們是往空曠的地方跑 而不只他們這些救難的人 連這個挖土機也是 他也要想辦法往後推一直推 對對 避開前面的石頭堆 所以當這個救難 你看到這些挖土機他在往後退 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他不斷地推不斷地推 因為前面的石頭一直掉一直掉 而且你不曉得余政什麼時候還會再來 他今天能夠搶通一部分 然後想辦法再避開這危險的環境 然後再搶通一部分 這個簡直就跟死神在巴河 那個意思是一樣 所以當這次0403地震 發生到今天救難第四天 這些辛苦的工作人員 真的要跟他們致上12萬分的敬意 還有也要希望他們注意這些 現場救難的時候的安全 好沒有錯你可以看到這些畫面出來 我們只能知道一件事情 現場真的是很難救 你可以想到的是如果今天是你 你今天在那個情況之下 余政一直發生 在那個現場之下 你可以想像到 你的天上不斷有落石掉下來 你可以原本以為是一顆小落石 但後來竟然變成一顆很大的落石 大落石之後如果砸到你 你該怎麼辦呢 所以你剛剛看的畫面進退為骨 而現在徐瑋哥你不得不說 4月3號這個大地震以來 大家覺得說第一天完之後 大家全忘了 不能忘啊 因為每一個畫面都是驚險啊 對這個畫面現在慢慢的露出來 對不對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才知道說 原來那時候的花蓮人是經歷了這麼 這麼恐怖的 恐怖的 經歷對不對 生死關頭 我們可以看到說 有一個行車記錄器出來的時候 有一個車子他來行駛過程之後 突然間看到前面土石崩落對不對 他馬上擊殺 後面那個司機也跟著擊殺嘛 對不對 可是就不到一秒鐘的時間 就看到前面的塵土碑揚的 那個司機馬上倒車喔 你看這個車子前面往前開開開 突然間一擊殺之後 後面的車子也跟著停殺停嘛 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嗎 前面一看到有那個塵土碑揚 而且那個地啊 開始山崩地 開始地共山搖 開始有點晃 有點晃了 我們先來煞車 開始晃晃晃有沒有 那個地開始搖得很厲害 是有點在後退了對不對 對 他只要一秒鐘往後退喔 一下子而已 等一下就一顆巨石 一滾落下來 就砸到車子的右後方 你看 這真的很恐怖 而且這台車喔 說真的 後方這台車 行車記錄器的這台車 他也跟著要往後倒對不對 哪知道倒了之後他發現 就是這個方面 你看一顆一顆 哇 這顆石頭已經比車子還要大了 對不對 馬上滾落下來 他還要再倒對不對 可是他發現不對 後面的石頭還不斷地滾落下來 他只能殺在中間 他突然發現說 短短的時間 你看你看 哇 他幸好剛剛他有退一下 不然就換他被砸了 對 你看那台車差一點被砸中了對不對 這是靠臨場反應你知道嗎 這個是生死一瞬間喔 而且這車子他突然發現說 即使往後倒的話 他後來這個車子最後的形容是怎樣 你知道嗎 他說他到最後也沒有辦法再退了 只能盡量閃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石頭下來之後 他前後被夾住了 根本想退都沒地方退了 而且現在還有一個畫面非常關鍵 大家都在學習 那是花蓮的唐老大 怎麼回事 原來那個畫面就是 塵土飛揚之中 有一台車子直接這樣子 筆直的開了出來 就是這個畫面 非常驚人 你看這是一台你上的休旅車對不對 哇 哇他加速全力加速往外衝 人家講說第一次看到說 你上的休旅車 竟然也能夠開這麼快 為什麼 這好像是那個什麼 玩命關頭對不對 往外衝你看 他竟然跑得比那個沙塵還要快 你看 哇而且他知道說 他回到正確的那個車道上的時候 竟然還來得及打方向燈 對 哇人家講說這個駕駛 難怪會逃離升天 為什麼 夠冷靜嘛對不對 連這個時候還能夠打方向燈 還能夠回到正確的道路上 表示這個人 當時是相當冷靜 而且車技相當不錯 兩個畫面都跟車子是有關係 接下來這個畫面 恐怕大家都會下出一身冷汗 就是早餐店的畫面 你能想像在地震搖的這個當下 幸好有人提醒 全部人跑出來 沒想到全部人跑出來之後 倒了 你知道嗎 這個畫面15秒的時間 他總共救出了17個人 你知道嗎 為什麼 這個北冰街的這個早餐店有沒有 在事發 在開始搖晃 地震開始搖晃的時候 那個老闆竟然就把他的什麼 鏟除去有沒有 趕快丟一丟 丟了之後 趕走趕走 所有的人聽到也不知道幹什麼 反正老闆講趕走對不對 就趕快你看 這麼快的速度 17個人就從店內跑出來 果然跑出來 這個前後只有15秒 整棟房子那個軟腳下建築 卡下去你知道嗎 這個等於一樓完全不見 二樓馬上變一樓 你看 所以人家說那個老闆 真的在做公店 他知道反應那麼快 尤其在花蓮這個地方 他搞不好是酒居花蓮 知道說這個位置 這個地震 不尋常 對 叫店裡面的人趕快跑 所以你看 短短的17秒時間 他救了17條人命 所以你說這個畫面 有沒有很驚悚對不對 這些畫面真的是 我們真的是用歷歷在目過來形容 尤其是現在大家最關注的是 我們剛剛談到第三句的這個遺體 我們把它找了出來 我們的搜救隊員在第一線 已經搜救出來了 但是 不得不說 我們還是要談到最原始的 這一些畫面 這一些石頭 這些搜救隊員 他們是 人肉啊 他們是人肉 不是機械啊 他們在第一線 到底有多苦 多危險 真的是用命換來的嗎 其實我們講 在現代很多人 就是科技非常非常的發達 而且重機具 如果要救災的時候 應該都非常好用 可是在這一次花蓮 所產生這樣一個震戰 你就會發現到 重機具幾乎無用武之地 為什麼 你光看這一張的這個畫面 尤其現在畫面上面 所看到這樣子 你就會發現 有很多地方根本 積蓄是沒有辦法進去 你都必須要靠人 徒手攀爬 所以你看到這些救難隊員 第一個 因為他必須要走的這個路徑 已經不是以前 他們所熟悉的路徑了 甚至有很多其實都沒有路 所以你會看到有一個 這路根本是他們自己走出來的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一些救難人員 基本上他能夠帶的 都是所謂的輕裝備 沒有辦法帶重裝備 但問題是他們進去幹嘛 挺進到災區裡面 最重要的是 因為還有一些罹難者 還有一些受困者 其實受困在這裡面 當然我們就希望就是說 他們能夠找到人 是平安的帶出來 但是隨著時間過去 對他們來說 如果今天可以找到生還者 他如果還能夠走路的話 是可以想辦法 摻扶讓他出來 可是如果沒有的時候該怎麼辦 所以你在畫面上面所看 他們甚至攀爬這個邊坡的時候 就很可怕 你知道我來用這張照片 跟大家做一個解釋 你看到在這張照片的時候 事實上他旁邊這邊 看起來是有平地的 可是為什麼救難隊員 要扶著這個山壁走 因為他不知道上面 還會不會有落石往下掉 反體走這邊就中了 中了你就摔下去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即使你看起來 是這邊有個平面可以走 但他們還是沒有辦法走 再過來的時候 你才看到在這個地方 事實上在原先這地方 應該都是屬於道路的部分 可是因為落石一個一個下來 那你想想看 我們看到這個救難人員 基本上都是輕裝進去 所以遇到這些大石頭 他根本也沒有辦法說 我把這個人力把這些石頭搬開 可是問題就來了 因為如果這邊原先 是所謂的繼承道路的話 那你現在有這個落石 一層一層跌下來的時候 下面有沒有人被困在裡面 這就成為現在救難隊員 最大的挑戰 看到一個畫面是說 他就有一個大石頭 拿氣去一直鑽一直鑽 他們覺得有問題才會鑽 而且你想想看 我今天這樣子走過去 你會知道在這個石頭後面 或他的石頭後面 還有沒有別人呢 所以為什麼在整個的 這個搶救跟收救的過程 會變得非常的困難 跟緩慢的原因 就在於是 他只要看到有縫隙或什麼 他們就必須停腳腳步 一個一個下去找 有可能的跡象 所以我們你可以看得到 像這一次 很多這個特收隊員就進去了 像這個所謂的賴夢船 其實老實講 這一次進去收救的人 我們每一個都視他為英雄 是 可是以賴夢船來講 他之前在所謂的 八八風災的時候 被稱之為 就是他 對 他被稱之為叫做家牧師英雄 你看得到 他其實用什麼 他用頭戴跟簡易的樹枝 就試圖要把這些所謂的 受困的民眾把它背出來 因為你剛講的關鍵是青裝 他沒有東西只能 就地取財趕快救 你知道嗎 其實你也不可能 帶著單架什麼走進去 因為你自己本身救難人員 你想想看 他光走路的時候 其實就要四肢並用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其實他們找到這個 救難人員的時候 找到這個受困的人的時候 想盡辦法 要把它背出這個所謂的災區 因為為什麼 你已經兩三天了 你即使再找到這個 所謂的生還者來說的話 他們可能體力也都透支了 所以他就必須想盡辦法 就如紮浩爾所說的 要就地取財拿數字或什麼 趕快捆成一個檢疫的 讓他可以坐在背後 而且是直接背人下山 對 剛剛你才說那個路多難走 我還要再承受一個男生的重量 徒步背下山 所以你想想看 他已經不知道走了多久 他其實體力已經耗了非常多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的救難人員 要一起上去 為什麼 甚至都還要接力把人給背出來 你說人力可以找得到的範圍 真的是非常有限 所以在這一次救災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看到搜救犬 在這時候就派上了非常大的 立大功了 對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其實肉眼可以看的東西 在那個石頭背 你真的看不到 所以你真的必須透過這個 所謂的狗狗 牠那個很靈敏的這個嗅覺 去聞或者去聽 哪邊是有這個不一樣的這個地方 那像花蓮的這個搜救犬 Wilson 就是牠嘛 對 牠就第一次的這個出任務 大家會覺得說 天啊 牠非常活潑可愛 但問題是 在救難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其實牠在執行的時候 跟牠在平地的時候 狀況就不一樣了 牠在平地的時候 感覺像活蹦亂跳 好像很撒嬌或什麼的 可是呢 到了這個山區裡面 這一次居然 透過牠的這個嗅覺 發現了兩名的這個罹難者 所以我們就講 其實像這種所謂的搜救犬 其實都經過非常嚴格的訓練 你知道 牠也不能被其他的東西給干擾 我們剛剛談到的第三區的罹難者 也是搜救犬發現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其實在這種所謂救難場合的 這種身影的時候 其實看到搜救犬 其實有時候比人力去挖掘更為有用 因為我剛剛講 比如說一個石頭疊一個石頭的狀況這樣 下面有什麼東西 其實根本不知道 就只能靠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搜救隊員 也非常信任這個搜救犬 你看到這個地方 就讓搜救犬先往前面去走 這是另外一隻了 是 可是你會發現到 你說這個地方沒有危險嗎 其實還是有危險的 因為你看牠走過去的時候 人走過去的時候 旁邊的那個小碎石 還是不斷的在往下滑落下去 尤其你現在看到下面這個畫面有沒有 像高雄也有派出一隻搜救犬 叫做船巴 那我們就講 其實動物在這個所謂的陡峭的山壁上面 在行走的時候 會比人來得更為方便 所以現在搜救隊員 基本上都是在這個 可能有人在的這個地方 他們覺得可疑之處 就會先讓搜救犬走在前面 然後如果搜救犬確認說 沒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人在後面這樣的一個跟進 這個畫面也太陡了吧 至少90度的一個陡坡 所以你看狗狗還可以這個比較穩的 踩在這個所謂的邊坡上面 可是對人來講就沒有辦法 而且你在看這個畫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是一人一拳 對 那你後面的其實其他搜救隊員 都沒有辦法再往前再挺進的過程當中 這一次搜救犬就變得非常重要 你知道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在這個災區的這個部分 到目前為止 其實對於這些搜救隊員 第一個 他的壓力來自於要跟時間賽跑 沒錯 如果我今天已經確認這個地方 沒有任何這個 比如說生還者或者是罹難者的時候 我的大型機具 才有可能討論在什麼時間點進去開花 可是在你還沒有完全確認之前 你沒有辦法重機具進去的時候 就要靠這些人的徒手或徒步的方式進去 所以對救難人員來講 他唯一能夠保密的是什麼 頭上的這個頭盔 對 所以對於這些 這個收救隊員來講 第一個跟搶時間賽跑 要在這個還能夠救援的時間裡面 趕快把生還者救出來 第二個要跟天氣賽跑 為什麼 要搶在沒有下大雨之前 趕快把能夠走的地方先清理一遍 第三個我覺得最讓他們擔憂的其實是 因為到今天為止 其實都還有餘震的發生 這種大小餘震對於這些收救隊員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長的狀況是什麼 只要一開始前方有落石 所有的人趕快就往回跑 你想想看 以現在這個所謂的餘震 這麼頻繁的一個狀況 他可能挺進50公尺 但是回退 他可能還要再回退20或50公尺的時候 就讓整個的搶救進度 變得非常非常的困難 好 我們剛剛談到的最關鍵 就是現在收救隊員 還在第一線在搶救 不管現在餘震到底有多少 不管現在雨勢變得有多大 不管是多少雙重危險 對他們來講 我要把人命給救回來 而現在對於收救隊員來說 他們接下來應該怎麼做呢 我們今天特別訪問到了 包括新北市收救協會的總幹事張建章 以及收救協會的隊員溫玉章 尤其是溫玉章 他已經前進花蓮兩天了 溫大哥 我們想問的是 在鏡頭下面沒有拍到的危險情況 究竟是怎麼樣 現在現場落實是不停的 應該你們也都知道 那個餘震四級到五級 在我們現場那個就蠻 那種震就蠻恐怖的 然後現在我們空拍機在林縣上 我早上昨天晚上還在跟署長回報 林縣上還有比九人鄉型車還大的石頭 已經搖搖欲墜 我現在比較我比較擔心的是擔心 我們我們的人在裡面 他們在在把災民在撤出來的土中 萬一又有雨針那些石頭下來 是完全躲都沒有地方躲的 石頭架來到地面 只有七秒鐘而已 只有七秒鐘可以跑而已 那這個東西的話 譬如說你如果沒有即時 即時有人幫忙看 幫忙監控的話 就可能他石頭下來 所有的人 就被埋在下面 連跑都跑了 來不及跑了 還那麼多人 到底有多少人在裡面 當下我們還不確定 急著要進去 那些衝最前面的就是各縣市的特收 他都年輕人 每一個都往前面衝 再急著要把人救出來 然後我們就是擔心 不要進去的出不來 所以就是空拍機升空監控 是盡可能的避免他們的風險 出來的還有邊被石頭砸 邊抱著人 邊跑出來的 因為中間 中間有 那時候路還沒開通 中間有一段 其中有一個是斷腳 腳已經斷了 要急著要趕快出來送醫的 然後邊走出來又落石了 被石頭邊砸邊跑 這麼大一個石頭 從215米掉下來 215米掉下來 你想想看 這麼大一個石頭 這麼大塊一個石頭 甚至比我們之前看到的畫面 那個巴士的石頭還要大 那現在 所有搜救隊員不就是拿命在搶命嗎 沒錯 沒錯 目前他們就是用命在搶命 甚至他們 他們再進去或再下來的時候 那個小石頭 也會砸 那個彈跳的時候也會 也會讓他們受傷 所以說目前 目前我們是比較擔心 現在再進去搶救的人 他們會 反而會受傷 而且這2天又開始在變天下雨了 就是危險的再重疊 原本魚鎮就已經很那個了 下雨了會變成土石更鬆軟 反正土石就鬆軟 那他在下雨的時候 他所有的石頭一定持續往下 他說這個是一定是雙倍的危險 因為你們進不去嗎 你們還不知道裡面 燕子口過去一直到 落哨 這一段中間都是這種環境 除了他們那個酒店那一帶是安全地 綠水那邊是安全地 其他中間的那個峭壁那些 上面都是這種 都是這種的樣子 石頭都是鬆動的 邊走邊爬 還要如果還要 救到人的話 還要把他們運出來 那個大型的推土區都在裡面 也是冒著危險 就是會有人監控 他們推 推了然後把土推到河裡 然後如果一發現有落實 他們要趕快車子要推回來 躲到安全處 然後等沒有落實了再出去 從頭到尾都是一直在做 重複這個動作 那所以外面的人擠沒有用 我們也擠啊 那我總不可能讓他用生命去換 好修緯哥你剛剛聽到一個最關鍵了 不能只用人力啊 現在人力再下去很危險 落實要下來了 你的大型基劇應該進來了吧 包括我們剛剛講 天王新大樓 或者是直接第一線的 我需要大型基劇 但現在整個花洞路毀了 要繞整個台灣一圈才能到嗎 我們一開始在0403地震那時候 我們剛來第一段看到那個畫面 落實一個比那個汽車更大顆 對不對 人力這個時候怎麼用得上嘛對不對 那大型基劇要怎麼進來 我們那天也講 這個地震發生之後 整個花林地區變成一個行蟲孤島 為什麼 我們先來看這張地圖 這個地方你看 蘇花公路不是已經斷了嗎 對 好不容易搶通了對不對 就今天晚上搶通了 問題是搶通之後 只限於小型車進出啊 你大型基劇馬來大型車叫我 還是沒辦法過去 對 那我們以前中橫咧 中橫現在也斷了嘛 樓長寸斷嘛對不對 那怎麼辦 我們所有的物資 全部要繞台灣一圈喔 從南回或者是從這個地方 肯定這個另外繞 才能夠往上到花蓮去喔 對 那你這個東西的話 你繞了一大圈 那怎麼樣解藍莓之急喔 所以現在很多的物資 就趕快加強速度 你知道嗎 對 而且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剛才講過說 這個天牆太魯閣這一段有沒有 從部落灣這邊 一直到新白陽這裡 33公里的道路裡面 攤方了六處 所以人家講說 這根本裡面 中橫現在叫做樓長寸斷 對不對 還有很多遊客還在問說 到底什麼時候要搶通 問題是現在一搶通時候 你敢去嗎 對不對 我們看這個整個畫面 你看這個中橫咧 你連道路在哪裡 你都已經看不出來 你還講說現在的災區如戰場 對不對 像叫砲彈轟炸過一樣 這個也真的是砲彈 每一顆石頭 這麼大顆 有沒有 所以這個炸的整條路 怎麼會受不了 怎麼受得了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一般來講 現在講 大家就發現很奇怪喔 有一個清水橋這個地方有沒有 在清水斷崖這裡 為什麼清水橋被這次地震給震垮 可是旁邊有個替代大陸 是日治時代蓋的 為什麼沒有替代大陸 而且現在通路也是靠著這個舊橋 對 因為這個現在就是緊張 就這樣替代大陸 對 可是大家就講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好驚訝的 以前這個舊橋 它蓋的話 比較靠近山壁裡面 就是這個舊橋 對 它比較靠近山壁裡面 而且它的跨距比較短 對不對 沒有像新橋這麼長 而且離海岸比較近 而且你看 既然離海岸比較近 整個石頭整個垮下來之後 落石是不是很容易 就砸中這個新橋 所以這個新橋 就是因為這樣 被很多的落石砸中之後 所以它就斷掉嘛 它這個舊橋在旁邊 幸好 所以現在能夠搶修都是這座舊橋 但是剛剛有講 只能小車不能大車 但小車敢開嗎 小車修真的 再開的話 危險性還是很夠 我就說實在話 從地震到現在 0403地震到現在為止 已經有六百多起余震了 而且那個余震裡面 規模式規模以上的 已將近百起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規模現在 這個余震一直不斷 一直震一直震 即使是小石頭掉下來 攻擊起來還砸到人 也不是開玩笑的 好 那我們講說 中橫剛才為什麼說很危險 你知道嗎 它以前叫做釀壁之路 這個釀壁 這個壁你以為說 什麼山水很漂亮 壁綠色 不是這個壁叫做壁雪 是雪啊 對 它是用壁雪釀出來的 一條道路嘛 對不對 你知道這個釀壁之路 之前為什麼這樣講 以前在開始探勘隊的時候 他們只要一路山的話 大概都要半年以上 好啦 那中橫這個地方 說實在短短的 大概不到190公里的道路 當初在開通的時候 死了225個人 250人 225個人 225個人 就是說不到一公里 就有一個人 上升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看他們久了之後 很多現在有什麼傳說 有所謂地福林之謎 為什麼叫地福林 因為這些商出開通這些道路 開通中橫的那老農民 有沒有到目前為止啊 他們的靈魂還在這個地方 堅守崗位你知道嗎 所以很多人 這塊地啊 對 所以那時候蓋了一個長春池 就是把這些英靈 放在裡面的祭祀 你知道嗎 很多人那時候開中橫的話 常常會發現一個狀況 你開著開著你就會突然間發現 路邊蹲著一堆人 那這些人到底蹲在那邊幹什麼 後來他們才發現 這些就是當年在開路的老農民 過世的老農民 他還在這邊 謹守著本分對不對 甚至有時候這個中橫 如果起大霧的時候 就網友在那個網路上寫的 他說這個起大霧的時候 我們通常在這個大霧裡面 開車速度要很慢 而且中橫彎彎曲曲 你就感覺到彎彎曲曲 一直轉彎對不對 對 可是那個時候 他突然間會看到有農民 類似那個農民的那個穿著 穿著在吊嘎有沒有 他會幫忙你嗎 幫忙你指路啊 他在那邊幫你指揮交通 而且你指揮交通過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一路就很順耶 他就覺得說 這條路不是彎彎曲曲嗎 為什麼只要看那個老農民 叫你往前走對不對 走完之後你就會發現 我就很少打方向 很少再轉彎就對了 就一路順暢 所以人家講說 原來啊 這條路的話 還是有很多農民 到現在他的魂魄 還在這邊堅守崗位 既然還在這邊堅守崗位 就叫做地伏林對不對 所以人家講說 這個中橫當初就是因為這些人 才讓這個道路能夠平安無事 政治觀點 獨家內幕 國際趨勢 財經焦點 重案解密 火線蒐集 全方位報內幕話題不設限 我是張道合 中橫當初 中橫當初 關鍵時刻 週六週日 決戰關鍵 單眼來上線 謝謝